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 不惹事也不怕事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 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也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 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那个世界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 能够发出声音 能够发出自己的立场 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 一百多年前 我们还在牢笼之中 我们只能发出阵阵的低吼 现在我们中国发出的声音 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形式 更是一种中国大国的姿态 我们的铁路跨隧道过千山 那是我们中国铁剑人 一敲一敲挖出来的声音 我们的卫星上九天闹铃箱 那是我们中国设计师 在图纸上画出来的声音 我们中国撤侨军舰发出的箭笛声 我们歼二十发出的轰鸣声 那都是我们中国的声音 这些声音汇聚在了一起 让全世界的目光 都使着这个声音的源头 投向中国 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坚信 我们需要为自己发声 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为我们中国的声音 要听 值得听 谢谢大家 吴玉姐你怕了吧 我这个选手 给你那个九零后 怎么样 我今天穿的T恤写是什么 这是我们是最牛的 谢谢你啊 开玩笑 开玩笑 但是我想 我想听了徐山的这个讲演之后 有一些感受 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国民 我们该怎样的 有礼有节的 发出我们大国的声音 像当年顾维钧先生 在那个时代 发出阵笼发聩的声音一样 我们在这个时代 发出这个时代 所需要的声音 不添乱 而要增添颜色 增添某种力量 我总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大国的民众需要学习的 其实我们在大学里面 我是外语系的 你是播音主持专业的 我们都在学习语言 我们只学习了语言的技巧 但是语言的力量 其实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断地吸取的 这个舞台可能是一个 特别好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你选择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端 下面就要看你的导师 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继续往下走 我觉得这个对手 把我们的选手给夸的了 谢谢你啊 我每一个都会夸的 我知道 知道鲁豫老师有一个公众号 然后那个公众号有个板块 叫偶遇鲁小胖 就是我每天晚上听着那个声音 我就觉得特别的质疑 鲁豫老师也回答了 我很多的困难 就比如说我 有一段时间在跟我的家长 就是在争 我到底是要回到家乡 去安稳地工作 然后爸妈也有房子 还是在大城市继续奋斗 我就听到鲁豫老师的那一期 即使后悔也要努力 我就觉得 我还是要去主动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然后鲁豫老师讲了很多 关于法国总统跟他夫人爱情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 看得我特别解气 谢谢你 谢谢你来 我之前就对这个舞台很向往 我觉得演说家这个舞台 是作为一个演讲者来说 一个最高水平的舞台 我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去演讲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